大家好,我是阿方,欢迎大家来到阿方的编制课堂 今天这节课呢,阿方给大家带来一款漂亮的小收纳包 这个呢,也可以是一个零钱包 也可以是收纳包 我们呢,可以放自己的一些化妆品 比如粉饼啊,口红啊 放这里,也可以放一些零钱 也可以放耳机 反正容量还是蛮大,大家看一下 这个容量还是蛮大 阿方用的是中初的线 这个绿色的是两股的开丝米 这个呢,是五股牛奶棉 我的工具呢,是3.0的勾针 我们还需要一枚缝合针 一枚记号扣 这个呢,缝合针是长线头的 然后这个记号扣呢,到时候我们缝合的时候用得上 这个包包,大家看一下 一根长的,一根短的这样的袋子 我们这个长的,从短的这里穿过来 可以跨在手腕上 也可以放在包包里面 做一个小收纳包 放一些零碎的东西 我们这个呢,我刚刚试了一下 可以放得下一包小的纸巾 容量还是蛮大的 我给大家量一下我的这个宽度吧 最宽的地方是15厘米 最窄的地方呢,是11厘米 所以它还是蛮大的 这个呢,是有两片这样的 一模一样的单氧化组成 它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两根袋子 然后呢,这中心的部分 大家跟我一样可以灭零线 一点点的零线 它就可以用得上 好的,下面我们开始进入课程吧 好的,大家看一下哈 我这个呢,已经提前勾好了一片 因为它是两片这样一模一样的 单元化组成的 就这个地方有点不一样 它是一根袋子长,一根袋子短 我这个呢,勾的是短的8帧 另外一片呢,大家勾一个 50帧到60帧,好吧 我们从这个中心起头 这个线材呢,大家用中戳的吧 五股牛奶棉 或者说跟我这个一样 这个,我这个就是两股的开丝米 然后中间这个呢,是五股牛奶棉 两片呢,这个中心的花心花蕊 可以不一样的哈 圈起 我的勾针用的是3.0的勾针 1,2,3 这是一个起立针 然后呢,我们在圈里面 继续勾长针 总共,包括起立针 总共是15针 3 4 5 6 7 8 9 10 割到第10针呢,可以把这个线给它 一起拉过来 11 12 13 14 15 好的 勾到第15针的最后一步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哈 把这个线头给它 拿过来 就是我们要用的 主色的线 这个大家不要跟我一样用绿色哈 我是随便拿的 懒得去找 反正你家里有的零线都可以 这个用不了多少线 好的 我们给它拉紧 拉紧以后呢 这个呢 我们线头可以剪断了 这个花心 花心的可以剪断 好 把这两根线给它 一起压过来 除了这个哈 这个不要压 这个等一下我们最后来收拾 好 给它勾1 2 3 还是勾一个起立针 勾完起立针以后呢 我们在第二针上勾一个长针的夹针 这个起立针的夹针呢 我们最后来给它勾 好 也就说我们这一圈呢 总共是15个长针的夹针 一共是30个长针 看到吧 大家勾完了数一下哈 你看在每个针目上勾两个长针 这个就是长针的夹针 好吧 自己给它勾完哈 最后一组长针的夹针勾完以后 我们整个这里是29针 因为我们起立针只勾了一针 是吧 现在在起立针这里 我们给它勾一个长针 这里呢 总共是30针 好的 引发连接 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一针 第二针勾一个中长针 第三针上我们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一个长针的夹针 第四针上勾一个长长针的夹针 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上勾两个长长针 第五针上勾一个长针的夹针 也就是一个 一个针目里勾两针长针 好 第六针上一个中长针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组花形 我们这一圈总共是30针 是吧 30针总共是6针为一组 总共是5组 我再来一次哈 第一针短针 第二针中长针 第三针是一个长针的夹针 第四针是一个长长针的夹针 第五针又是一个长针的夹针 第六针是一个中长针 这我们第二组又勾完了 大家按这个顺序呢 把剩下的三组给它勾完 好吧 好的 这一圈勾完了呢 我们在这里引发连接 然后我们在这第一针上给它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然后呢一个中长针 一个中长针就 勾完了以后 接连勾四个长针的夹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勾完了四个长针的夹针以后 我们勾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再开始 先勾一个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然后呢 四个长针的夹针 一 二 三 四 好的 勾完了四个长针的夹针以后 我们勾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一个引发针 好 后面呢 就是重复这样的勾法 一直把这一圈给它勾完 好吧 这圈我们勾完了 是一个引发针结束 结束我们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全部是短针 我们先在这里给它 你看 勾一个长短针 然后呢 跳过这个中长针的针目 我们直接到这里勾哈 就是这里我们不是勾了八个长针吗 勾了四个长针的夹针 是不是 把它拿掉 我们在这八个针目上 每个针目上勾两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好的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不要跳过去了 这里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以后 这里我们不勾 直接在这里给它 勾一个长短针 看到了吧 勾一个长短针以后 我们又是这样 这个中长针我们跳过去不勾 直接在这八个长针上勾十六个短针 你看这一针我们不勾 就是这样一直重复的勾哈 后面的每组的勾法都是一样 大家自己勾 勾到我们这个接口的地方 好吧 跟这个一样 这个辫子呢 就八针 我们等一下这里勾五十针 好不好 好 大家看哈 我们这个 单元花勾完了以后 开始勾锁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这个呢 勾多长呢 你自己决定哈 我这个呢 勾了八个锁针 这个呢 我打算勾五十个 大家先把这个锁针勾完 好吧 好的 我的五十个锁针勾完了 勾完了 我们在这里给它引发连接 你把连接这个线头 给它剪断 剪断 我们用缝合针给它藏线头 线头藏在背面哈 就这样给它藏好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开始给它 把两片缝合起来 缝合起来 我们要找到相同的位置 大概是这个位置吧 我看一下这里哈 这里是 找到第二组长针的加针 看到吧 这边第一针的长针的加针 第二针长针加针 我们找到这一针 好 这里记号扣 这边呢也是 我们找到这边 你看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二针 第二针长针的加针 在这里 我们找到两边相同的位置 就可以 哈 看到吧 你看 我们找到了以后就可以从这边吧 这边开始 大家呢可以选择用缝合针 也可以用跟我一样的针针缝合 好吧 我们两个辫子针 全部要给它穿过去哈 好这个记号扣呢可以拿掉了 拿掉以后大家可以在另外一头给它做个记号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一针对齐一针的给它缝合 好 好这个我就不再演示大家自己完成吧 然后这边呢我们也是一样哈 找到两边相同的位置你看 这里 然后我们找到这边 第一针第二针是这一针 看给它扣个记号 相差一针两针没关系 大概是这个位置就可以 看到吧 这里呢我们就简单了 就全部对齐对齐给它缝合就可以 我们在表面给它缝合 缝合完了以后呢 我们是怎么这个包包 长的这个袋子 从短的袋子这里穿过来 然后我们就跨在手腕上 它可以做一个手腕包 我们可以装点零钱啊 小姐妹的化妆品啊 口红啊 这个粉饼啊都可以 还有可以放耳机 反正你这零碎东西放里面 还是蛮好的 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 好的我们这个花朵的 零钱包呢 教程呢就全部结束哈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